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忐忑地搜寻了母亲的遗骸 突然雷文大喊一声嚇毒了女主 因为她看到了飞船坠火时 残留的燃料连岸 那是一种遇到明火就会爆炸的液体 继续待在这儿十分危险 于是小贝立即叫大家离开 夜幕降临 小欧看到树上插着一朵百合花 心中暗息 她知道那是林肯留下的记号 意思是我来过了 这时有人触碰了营地的警戒线 小欧不由的心头一紧 冲在前头跑了过去 细看之下才认出那居然是莫菲 原来莫菲之前被地球人抓走 经历了严刑拷打 小贝对小女孩夏洛特的事 一直耿耿于怀 欲一枪帮了莫菲 分合女主合力阻止了她 女主凑近莫菲 看到她那血肉模糊 被拔掉的指甲后 确定她没有撒谎 于是她替莫菲求情 等她一旦好转 打听到地球人的消息后 再把她赶出去吧 随后女主走进帐篷 想通过无线电联系方舟 雷文却赫然发现 她眼眶中在冒血 接着其他白子也 陆续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还伴有咳血的症状 女主意识到 这可能是传染病 急忙跑去找莫菲 莫菲说 自己一觉醒来 发现龙子没上锁 又没人看守就逃了出来 这下女主明白了 是地球人故意放莫菲走的 这一是场生化战 她走进帐篷对小贝说 你一直担心的报复来了 这就是报复 而莫菲就是武器 女主一将所有 接触过莫菲的人都隔离起来 而第一个接触她的人 便是小奥 小贝心急火燎的 跑进妹妹的帐篷 但小奥却并无感染迹象 之后 女主偷偷让小奥溜出去 找地球人林肯拿解药 但林肯却说 这病毒没有解药 但它病程很短 少数人对此有免疫力 他们用此方法来减轻战场负担 在小奥的追问下 林肯说出的地球人 将来破晓发动进攻的消息 小奥求她帮帮自己的同胞 但林肯却说 不行 我已经试过了 我的族人 现在视我如叛徒 他想到小奥离开 向东跨过大海 投奔其他部落 但小奥不忍眼睁睁看着哥哥送死 他坚持要回营地报信 随后再回来找林肯一起走 此时营地中 已有人因病毒而丧命 而且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 白子们人人自危 恐慌万壮 眼见要失控 女主向天连开三枪 用尽全力说 地球人就等着看我们内护 这样他们就不用动手了 很快 女主精疲力竭 激进晕倒 芬却毫不迟疑地抱住了她 这一切雷文都看在眼里 这时小奥回来了 她告诉大家并没有解药 地球人用这种病毒 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为了他们破晓的进攻 减少伤亡 众人听后一片哗然 女主看着芬 让她带上身体健康的人 赶紧离开影地 以求自保 但芬坚决不肯 如果你认为我会那样做 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了 女主温柔地看向芬 我了解你 再这样下去 恐怕地球人攻来之时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分剑自己炸桥的想法 说给大家听 莫菲说 从地球人营地回来时 途经一座桥 病毒去得快 当桥毁掉 虽抵挡不了袭击 但可以拖慢地球人的进攻速度 到时我们可以战斗的人会更多 随后雷文来到飞船坠毁的地方 小心翼翼地收集了足够炸桥的莲安 带回营地 他为小贝和芬 显示着炸弹的制作方法 芬决定亲自去放置炸弹 小贝复得射击 可就在此时 小贝的鼻子开始出血 他知道自己已无法胜任 便让小贝顶替自己开枪 不一会儿 小贝口吐鲜血 被人抬进了运输机 小欧焦急地陪在哥哥身边 为他擦拭着血迹 温柔地说 自己会保护哥哥 兄妹俩兵士前嫌 不再赌气 但能分去取炸药时才发现 雷文不见了 原来他已偷偷地向炸药出发了 芬心急如焚 拉着小贝一路狂奔去追赶女友 糟糕的是 雷文也被感染了 他拼紧最后一次力气 拖着疲惫的身躯盘跚前进 此时战鼓声声 地球人已穿越森林 向大桥靠近 芬在不远处看到了大桥上的女友 雷文终于将炸弹安置好 自己却因体力不支贪软在地 芬让小贝将枪准备好 自己不顾一切冲向大桥 此时的雷文已视线模糊 举起枪 艰难的瞄准炸药桶 分终于赶在地球人到来的前一刻 扶起雷文跑下了桥 小贝这边却因紧张而掉了链子 一连几枪都没有打中 更糟的是 子弹已打光 千军一发着实 蒙地携枪赶来相助 在他的鼓励下 小贝终于射中了炸药桶 巨大的爆炸声 伴随着灰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他们成功了 小欧再次来到山洞 泪流满面的就素描本还给林侃 因为他决定不走了 他要与哥哥白子们一同抵抗地球人 营地中白子们热烈迎接英雄们的凯旋 雷文终于下定决心 勇敢面对与男友的感情 他摘下项料还给分 强忍心中的悲痛与不守 结束了二人的恋情 可谁都没料到的是 正当女主义小贝 商人对莫菲使用赦免权的时候 莫菲这边却称众人不注意 将胜的病 曾经鼓动驱逐自己的小黑残忍杀害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雨哥下回分解 如果大家喜欢这部剧的话 并多多准发推荐 我会尽量多更新的 最后别忘了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雨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第一时间更新视频的 雨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准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